大洋哥在直播间 怒斥李佳琪 猛断市场 你不能把库存也搞得你大人 对不对 一个人干一个平台 全部他搞去了 全部他定了价 讲讲是谁啊 我那个79块 一直都没给你 给我画一下 不是我的眉毛 画一下 我们比李佳琪低了多少 熟悉那啥都不用卖了 你不说你啥都不用卖了 小洋哥 大洋哥 李佳琪 两大粉丝过亿的头部大网红 商战开始了 小洋哥 大洋哥在直播被迫叫停 京东彩销收到律师函 李佳琪再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我们才知道 原来李佳琪的定价权力这么大 昨天双十一遇售首日 李佳琪几个小时就卖了95亿 而且这95亿还只是定金 但这与去年李佳琪当日的215亿笔 竟然也下降了一半还多 看来前阵子有关79元一支的美笔 引起的舆论风波 对他的影响还是有的 大洋哥在直播的时候接到电话 被迫将商品下架 京东自掏腰包的补贴 因违反品牌方和李佳琪之间的底价协议 而收到律师函警告 全部他定的价 但你怎么发现其实价格并没有低多少 如果能漏过来 对 是可以补贴让大家买得更实惠的 更优惠的 不行 全没锁 原来所谓全网最低价不是真正的价格低 而是不能让别人卖得更便宜 我们抢到的便宜并不是真的便宜 而是如果没有这些网红与商家的保底协议 你或许能在其他的地方花更少的钱 买到你想要的东西 这犹如实体的商战 现在回看早年美女主持 无心吐槽李佳琪的这一段太真实了 李佳琪没火之前呢 就经常怼那个大牌 很多网友就说 这个主播好爱 直爽 大胆 真性情 现在太火了 然后也开始跟大牌合作了 不怼了 这就叫 拿人家口红手短 涂人家口红嘴软 但是佳琪呢 有句名言说 不要因为我的工作而可怜我 这点我想一下 特别值得我学习 在这儿呢 我想呼吁一下大家 各位佳琪女孩们 不要再因为她的工作 再买她的东西了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李佳琪在直播带货中 也的确出现了恩赐的不当言论 我是排名第一个美专博主 你爱看不看 你爱买不买 我不差你这一单 就连韩红大姐做客李佳琪直播 也直言不讳 你脸上有痘痘 这里没有 那是因为太远了 你有 这里是有 这里是有 我这个公司 这里没有 这是离得比较远 我进来它就会有了 我觉得你有点作强 老师 这话 真的 拆一弹 谢谢你 谢谢 拜拜 我们下次再见 原来也许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成分 直播带货的价格垄断 不但没有把真正的价格打下来 还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 那就是大量的财富流向了少数人的手中 老百姓想要的是真真正正的实惠和质量的保证 头部主播把渠道利润全部赚走 每年几亿甚至几十亿上百亿的收入 这些高额的利润没有机会流到实体经济 而是被少数人瓜分了 实体经济也需要大家的支持 一家独大不如百花齐放 有竞争的市场才会越来越好 网红销售主播必然有它存在的意义 他们如果真的能为消费者争取到低价 也能为品牌和电商平台带来更多的流量和销售额 但当然也要时刻铭记 水能载舟亦能复舟 凡事要以消费者为先 对此 你又是怎样看的呢 你都在哪些网红的直播间买过东西呢 真正的得到实惠和品质满意了吗 欢迎关注点赞讨论